6月12日在天美道金鐘天華道一帶有幾萬個示威者 場面出現混亂 也有暴力行為出現 無論什麼時候 警方既要保護市民 也要維持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 警方行動的目的 是針對使用暴力的人士 盡快控制場面和恢復秩序 警方的行動只是針對違法的行為 不是針對任何行業的人士 事實上 在行動當日 即使在人手緊張的情況之下 警方也安排了32名傳媒聯絡隊人員 盡量協助在場的傳媒朋友 當日在場的警務人員 在一個非常高壓和危險的環境之下執勤 有些行動更要在電光火食之間進行 警方一向呼籲全門工作者 在採訪工作活動 或者大型 或者混亂的示威活動期間 應該以自身安全為上 並聽從現場警務人員的指示 我們理解 有傳媒工作者 對於警方當日行動 所表達的關注 我重申請 警方是非常重視 和傳媒工作者的關係 亦一向尊重新聞自由 和傳媒採訪的權利 任何人如果對警方有不滿意的地方 可以向警察投訴科投訴 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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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